几张椅子拼在一起 当做按摩床 推拿师傅看到新闻之后 特地从南投来到大辽里办公室 为里长按摩 手部因为拒束时摔下来而挫伤 推拿之后舒服多了 获得舒缓的不只是疲惫的身躯 还有心情 气到要辞职的消息 闹上新闻之后 李明纷纷前来加油打气 希望他能忍辱负重 高雄大辽区的大辽里 在山陀的台风中受到重创 陆树倒塌 电线杆也倒了一整排 停电导致停水整整三天 里长肖清祥自己开着堆高激青陆树 爬上倒掉的大树巨树 在风雨中移除大型看板 没想到还是被李明辱骂三字经 让他心灰意冷 萌生辞意 大辽里的水电终于在六号深夜 全部恢复 肖清祥的心情才逐渐平复下来 但对于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 去年112年7月份到现在 反应过数次了 他们都只会推脱说 互助团体的问题 如果是否还坚持这样都不注重 我们里长反应的问题 这样说一句辛苦里长了 我觉得当这个里长也没有意义 肖清祥说自己是五党级 没有正党色彩 单纯只是想要为民服务 第一次参选就当选 上任才一年多 是否打消辞意 肖清祥说 暂时不会去驱公所地辞呈 看来除了李明挺不挺之外 是否后续有没有动作 恐怕也是另一个关键 明示新闻 陈佩馨 郑造佐 高雄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